第476集 那些古儿 树道视线落在景九的身上,担心他因为顾青地离开而生气。 弟子也就是一段因果,你们都是我这一世的因果,只不过有些是从上一世就开始了。 景九睁开眼睛,看着赵拉月。 以前说过,飞生前我去了一趟朝歌城,看到了一个大富翩翩,却吵着要吃火锅的孕妇。 我看了她一眼,便看到了她腹中的你。 然后她望向柳十岁。 随后我在你们去的那个洞府里,静修了数年,为飞生做准备。 你有一次顽皮,爬进了那条地河,嫌惜死去,被我预兆了。 清儿在枝头听着,眼里满是不信,心想就这么随便地遇到了两个天生道种。 飞生后才发现,外面仙气极多,做几道仙路很简单,只是没有来得及。 赵拉月想到洞府里的那两张铺团。 飞生前的最后几年,你不再是莫风,一直在那个洞府里,和谁在一起? 井九指着桥上的那道身影,既然准备一起飞生,那当然是和她在一起。 赵拉月与柳十岁等人,顺着她的手指望向桥上,看到了平永家。 从大元城回到三千院后,平永家便一直坐在桥上,与所有人都隔了一段距离。 他抱着膝盖,在那里临风望远,模仿着孤独。 直到说到顾清私奔,忍不住说了一句话,又被卓如碎训了一顿。 那之后他就更加自闭,一句话都没有说,仿佛众人都遗忘了他的存在。 所谓自闭以及被遗忘,其实大家都知道原因。 平永家就是万无一见的剑灵,当年景阳真人转剑生,那他去了哪里? 你们瞎想什么?赵腊跃于六十岁没有听到景久说的那句话, 卓如醉欲远取听着了,却不怎么相信。 就像平永家说的那样,他们都觉得景久应该是那样的人, 为了活下去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绝不会被什么道德和感情影响。 直到这时候,景久说起那段往事,他们才慢慢知道真相。 满天繁星罩着小桥流水,三千院里是那样的安静, 景久的声音还在溪水里飘着。 一百多年前,景阳真人飞升的时候准备带着万无一见, 就像太平真人承诺会带着阴凤与狮狗。 他要带着博二见福斯见离开也很简单, 因为他们层节虽高,却无灵时。 他要带万无一见离开, 却必须让万无一见也进入到足够飞升的境界, 因为他是活着的剑妖, 所以内奸洞府里才会有两张蒲团。 想到景阳与万无一坐在蒲团上的画面, 赵腊月与柳十岁的心情有些复杂, 又有些神亡。 那为何后来却只有你一个人走了? 因为很快我们便发现他无法飞升, 于是我只好一个人离开。 既然万无一与青天界一样, 都是天保真灵, 那便是生儿藏天下, 为何还不能飞升? 六十岁不解。 青儿是藏天下, 他也无法离开, 雪姬也是藏天下, 以前同样无法离开, 他们与人族修行者终究不同。 听到景阳的这些话, 平永家隐约又想起了一些画面, 望着繁星下的群山远方。 所以你一直在帮我想办法? 不错, 我用了几年时间让你离开了那把剑, 你却像是失去了所有记忆, 变回那个调皮的猴子, 就这么跑了。 我当时已经到了飞升的关键时刻, 只好先行离开, 后来在青山与你重遇, 却无法确定你就是你。 想要让万物一得到真正的自由, 便要让他离开器具的承载, 或者说束缚。 这听着很玄妙, 其实很简单, 而且已经发生过两次。 经就帮助青儿离开青天剑, 帮助雪姬离开这片大路, 都是同样的道理。 平永家有些不安问道, 那我还能和你师父吗?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更何况你前世, 也是我把你带进的修行门。 平永家听到这个答案松了口气, 从桥上跑了下来, 坐到了他的身边。 你飞升失败, 被白刃偷袭, 使用雷魂目转了剑声, 还真是幸运。 赵纳月于六十岁下意识里望向景久, 心想, 这是真的幸运吗? 从那座洞府回来后, 他们对景久的态度便有了很微妙的变化, 静目之余, 多了很多同情。 景久用询问的眼神, 看了赵纳月一眼。 赵纳月把难忘在洞府里的说法重复了一遍。 卓如醉和缘曲, 平永家也明白了这个意思, 望向景久的视线里也多了很多同情。 没有任何感知, 无法体会那些美好, 像活死人一样在世间行走, 这真是最极致的痛苦。 景久沉默了会儿。 还好, 赵纳月看着她的眼睛。 不好。 哪怕道心再如何深静, 抑制再如何坚强, 那样活着, 必然很不好过。 百多年里, 大部分时间都在沉睡, 神魂在青天间里能感知, 真的还好。 而且, 总能从别处感受一些。 景久走到桥上, 望向星空下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有风花雪月, 有日落星移, 有海水涨落, 那些都是能够看到并且感受到的。 是的, 她不喜欢吃火锅。 无论是骨汤还是牛油汤, 对她来说都没有任何区别, 放再多辣椒与花椒都一样, 黑毛犊与千层犊的口感又能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部位的牛肉的口感又能有什么不同呢? 乐浪郡的生蚝与东义道的寒水蚝, 又有什么不同呢? 但她喜欢看人吃火锅, 看赵腊月斯文却不停地吃肉, 看竹如岁与圆曲抢肉, 看柳石岁与顾青切肉, 就像她也不喜欢喝茶, 不管小雅还是毛尖或者血袍, 她都拼不出来, 但她喜欢透过茶杯里的热气去看这个世界, 喜欢听铁壶里的茶水轻声歌唱, 喜欢看顾青盯着小炉子里的银炭时专注地神情。 同样, 她也不喜欢喝酒, 那种可以给太平真人与玄音老祖带去些微感觉的绿色液体, 对她来说, 真的就像是水。 唯一就是在冷山地底、 岩浆河流里, 她浸泡在里面, 皮肤能够感觉到轻微的灼痛感, 那确实有些舒服。 那个道理大概与他人喝酒吃辣椒差不多, 是的, 那些她都不喜欢, 她都不在乎, 应该是这样吧, 只是难过的时候不会哭, 哪怕陈光再如何刺眼, 也不会哭, 这有些烦。 想到这里, 警久生出一抹自嘲的笑容。 这件事情就到这里了。 她转身对着弟子们, 三千院很安静, 弟子们看着桥上她的身影, 忽然觉得她很孤单。 很多年前在朝歌城煤会, 当莲三月琴声响起的时候, 赵拉月看着她的脸, 也曾经生出相同的感受。 万物互为因果, 你们是我的因果, 我也是你们的, 我会影响你们, 你们也会影响我, 我是你们生命的一部分, 你们也是我的一部分, 包括顾青, 她去了海上, 满足了自己, 也就是完善了我, 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是的, 我能感受到师父, 你现在真的很高兴。 回青山去? 平永家正住了, 心想自己又犯了什么错误? 卓如碎叹了口气, 心想被人感知自己的喜怒哀乐以致想法, 甚至能被对方控制, 换成谁也会觉得不舒服。 你这时候不继续装自闭, 非要开口说话, 那不是让掌门真人不自在? 那他怎么会让你自在? 平永家跑步离开, 像震锋一样, 翻起莲池里的无数夜群, 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 便消失在了夜色里, 往青山而去。 在他离开之后, 那位年轻的无恩门掌门, 被他带进了三千院。 彭郎有些紧张, 也有些不好意思, 因为在场的都是青山弟子, 只有他一个外人, 仅久事宜他随自己走进禅室, 关上了门。 赵纳月与卓如岁对视一眼, 又看了眼柳十岁, 他们是天生道主, 在青山宗乃至整个修行界里, 都是天赋最高的人。 直到世间忽然出了一个彭郎, 彭郎这个名字很寻常普通, 看着也很寻常普通, 却只用了百余年的时间, 便破境通天,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通天境界, 是可以一剑杀死萧皇帝, 能够挡住袭来一剑的通天强者, 就太没道理。 景久这时候, 在与他说什么, 难道又是什么因果? 神莫丰弟子私下 对景久的评价里, 很出名的一条, 便是贱狠话不多。 他的话真的很少, 所以当禅室的房门很长时间都没有开启后, 赵腊月等人都觉得有些奇怪, 生出很多猜测, 难道他想把那位年轻的吴恩门掌门, 骗成青山的人? 六十岁忽然觉得, 公子让自己去跟西来学见, 就是为了把彭郎收到自己门下。 不会吧, 那位毕竟是掌门。 想想蝉子。 六十岁与其余几人恍然大悟, 当年蝉子曾经在神莫丰问道景阳真人白日, 从那之后, 修行界便认为景阳真人与蝉子有半师之意。 果成似与青山宗的关系普通, 只对神莫丰另眼相看, 便有这方面的原因。 啊, 难道这次也要聊一百天啊? 那我们要不要先去睡啊? 卓如碎打了个哈欠。 繁星在天, 也在虎, 夜晚是那样的宁静, 禅室里没有任何声音传出, 正是大眠的好时刻。 话是这般说的, 却哪里有人会离开? 就这样随着时间流逝, 星光渐淡, 朝阳在东方的隐隐露出了脸, 伴着枝哑一声。 禅室的门被推开, 彭郎走了出来。 圆曲知道师父与卓如碎等人不便问什么, 主动迎了上去, 行了一礼, 微笑打听景久与他说了些什么。 彭郎一脸感激, 真人指点了我很多剑道, 云我日后去贵派剑锋自命一剑。 众人心想果然如此, 经久要是去做生意, 也必然是世间第一流的人物。 彭郎想着对话的最后, 有些茫然。 真人说我的名字有些问题, 却不能改。 不知道是何意思啊? 这话确实有些费解, 赵腊月等人也不懂。 彭郎刚刚离开, 一顶青莲小轿便在晨光里落了下来。 陈锋带动青莲微飘, 阿飘飘了出来, 好奇问道。 刚才走的是谁? 广元师叔居然亲自相送。 说到辈分这种事情, 现在青山宗最乱不够, 罪魁祸首当然就是警久, 完全看从哪一事来论。 听到阿飘的话, 卓如碎再次想起那个年轻的 无闻门掌门, 觉得好没意思。 他转身便去了那座孤坟前, 准备打套拳, 松散一下精神。 元曲解释了几句彭郎的身份, 阿飘与些吃惊, 很快便不再去想, 对着禅士高兴喊道。 先生, 你怎么变得这么强了? 他往禅士里冲去, 却撞到了一个人身上, 像片叶子般飘了起来。 啊, 干嘛呀? 他把如叶般的黑色刘海浮屏, 有些恼火地喊了一声, 然后发现, 拦住自己去路的是赵拉月, 赶紧收声, 再不敢抱怨什么。 他有些事情做, 等会儿。 陈光照着小桥流水, 也照着平湖花树, 照着禅士, 经久伸手在空气里凝了一些水, 用剑火微微加热, 打湿了手里的毛巾, 走到榻前开始给白枣洗脸。 冒着热气的毛巾, 在那张青丽, 而略有些苍白的脸上缓慢移动, 擦去不多的灰尘, 与几丝没能完全化走的天蚕丝。 百年前被困血缘的时候, 他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因为那时候他在天蚕剪里, 当然, 也是他觉得做这种事情没有什么意义, 意义需要被赋予, 仪式感便是这么回事, 比如做大事之前会吃顿火锅, 比如离别之前做些什么。 他细心地擦拭着白枣的连鱼颈, 包括双手, 做完这些事情后便站起身来, 走出了禅士, 晨光落在廊上, 照得木地板闪闪发亮, 就像连三月离开时那样, 他站在晨光里, 不知道在想什么, 安静了很长时间。 你们都回神木峰等我, 他望着阿飘, 你也去, 不要急着回夏街。 阿飘知道要有大事发生, 而且隐约猜到了是何大事, 小脸变得有些苍白, 光线里毫不遮掩地流露出不舍的意思。 第477集 两个问题 数十道剑光照亮了冷山, 那些剑光并不代表有很多飞剑。 井九与赵拉月落在地面, 依魅力带出的剑光渐渐消失, 荒原并不荒凉, 生着很多绿色的灌木和杂草。 被那些转瞬即逝的剑光照亮, 在短暂的生命里终于迎来了一次高光。 在他们身前有一道极大的裂缝, 身向远方某片红色的原野, 那里曾经是烈阳侠, 裂缝的崖上也生着很多株野草, 这是因为地底的火脉间隙, 岩浆流失不少的缘故, 更多的是时光的力量。 柳磁走了一百多年了, 井九想到这件事情依然不高兴, 不想在此地多坐停留, 带着赵拉月向裂缝深处飞去, 一路经过无数狭窄而幽深的通道, 损毁严重的古战场, 蜿蜒却平静的岩浆河流, 他们来到了聚魂谷底的最深处。 中州派设在这里的禁止, 已经被白真人解除, 内渡透明的巨墙消失无踪, 岩浆却没有继续向深渊里坠落, 因为有个书生在那里不停地忙碌, 因为那座大佛在下面挡着。 布丘霄的布衣上到处都是破口, 还有被岩浆烧焦的痕迹。 他在天空里拿着一支毛笔, 正在不停地写着符。 神情专注至极, 竟然没有发现井九与赵拉月的到来。 无数道带着文字特有味道的气息, 从笔端生出, 落在河流里, 让岩浆渐渐凝固。 神奇的是, 那些凝固的岩浆并不像岩石一般光滑, 表面有着极深刻的, 无数仿佛用刀子刻出来的符文, 远远看着就像写满了字的纸。 那支笔不是管成笔, 但在圣人的手里, 随意一挥也能神话。 好一篇天地大幅, 井九看着这幕画面带着欣赏的意味。 不秋霄听着她的声音有些意外, 转身看着她微笑说道, 真人要走了, 这是专程来与我们告别。 走之前想知道两个问题的答案, 与你有关的问题是, 那个人究竟是你, 还是你老师? 不秋霄望向她身边的赵拉月, 她知道, 真人答应过我, 不告诉任何人。 我走之后, 青山总要有人知道这个秘密, 不然怎么制衡你? 明明是极无耻的算计, 却被说得如此光明正大, 不秋霄也是服了, 但自然不会告诉井九答案。 我不会说的。 何瞻的亲生父亲是不摘住的老师。 井九对着赵拉月交代, 赵拉月点了点头。 我会记住。 就在这个时候, 深渊里传来一道雄浑无缺, 如鼓中般的声音。 问题是, 我也听到了, 怎么办? 真佛无言, 她应该信得过你。 圣人也是有脾气的, 不秋霄不想再听井九乱说话。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井九飞到岩浆河流前方, 望向深渊里。 这些天有无数岩浆向着深渊落下, 此时已经尽数凝固, 看着就像是一条连接明界与人间的天梯, 在天梯的尽头可以看到一道极其宽广, 稳如大地的双肩。 三月说过你出生的故事, 是真的吗? 深渊那边很长时间都没有声音响起, 曹元似乎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井九静静看着深渊, 不管深渊有没有看他, 有没有回应。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曹元的声音终于再次响起。 为何要问这个? 那天我想讲讲你的故事, 所以要先确认真假。 那个故事是连三月讲给他听的, 他肯定不会对他撒谎, 但陷入爱恋里的小男生, 会不会替自己吹嘘了一个传奇的来历, 他无法保证, 所以专程来冷山地底问曹元一声。 是真的? 曹元的声音又消失了很长时间, 才再次响起。 你走的时候, 我来送你。 井九与赵拉月从岩浆河流的下游, 来到了上游, 炊热的岩浆在岩石间缓慢地流淌着, 表面附着一层灰, 并不如何明亮。 因为有不少岩浆流进了明界, 河面比当年要矮了些, 露出了更多的缓坡, 想来躺上去会更舒服。 井九脱下白衣递给赵拉月, 走进河里, 赵拉月把白衣很随便地搭在手臂上, 看着她的背影。 她一直在明界不肯上来, 为何要来送你? 井九走到岩浆河流里, 破开岩浆表面, 带出明亮至极的光芒。 大概是不想我瞎说, 她把身体都淹进了岩浆里, 只露出了脸, 闭着眼睛仿佛很享受的样子。 赵拉月不知道那个故事, 所以不理解为何刀圣会如此紧张, 走到河边蹲下, 好奇地望着她的脸。 看到没有, 我能感受, 所以不用同情我。 井九闭着眼睛, 这样舒服吗? 很舒服的, 你要不要试一下? 记了有此离开的那段时间之后, 井九再次变得话多起来, 她的情绪弱点, 便是离开两个字。 赵拉月看着她被破开的岩浆表面, 蹦出的火花, 摇了摇头。 我的身体承受不住。 井九睁开眼睛, 不要忘记, 你是后天无形舰铁, 赵拉月明白了她的意思, 眼睛变得明亮起来, 有些跃跃欲试。 来吧。 赵拉月轻轻咬了咬嘴唇, 把她的白衣放到坡上, 解下自己的衣衫, 把断成两截的浮丝剑割到上面, 又想了想, 把扎小便的发带解了下来, 这才小心翼翼地点起脚尖, 向着赤肉无比的岩浆河流里伸去。 绷紧的脚尖, 在快要接触到岩浆的那一瞬间, 生出一道剑椅, 然后如风般缭绕而上, 在她的身体表面形成了一道极薄的屏障。 岩浆被踩破, 没有发出流水的哗哗声, 更像是一脚踏进了泥里, 她适应了一下这种触感与微痛的灼热感, 慢慢地向着岩浆里滑去, 学景久一样躺了下来。 接下来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她的身体不像景久那般沉重紧密, 竟在岩浆里慢慢地飘了起来。 明亮而炙热的岩浆, 从她的曲线上滑落, 泛起十余朵火花, 画面看着极美, 景久看着这幕画面, 眼里流露出欣赏的神情。 如果是别的女子, 哪怕是难忘与白枣, 这时候也会生出一些羞意, 赵腊月却是毫不在意, 伸出手指, 沾了些岩浆涂在身上, 就像贪玩的小姑娘。 只是无法完全泡在岩浆里, 不免有些遗憾。 景久取出青天剑递给她, 她把青天剑抱在怀里, 慢慢向着岩浆里沉去, 感受着无所不在的压迫感与灼热感, 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 河流缓慢流淌, 没有任何声音, 便是那些被岩浆带走的石块, 沉默的时候也悄无声息。 二人泡在岩浆里, 闭着眼睛, 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 不知过了多久, 赵纳月忽然说道, 如果这时候, 能有一杯冰酒就好了。 景久身手在虚空里一抓, 抓出一个黑色的盒子, 这是用来装明皇之喜的盒子。 在那个寒冷的世界里, 停留了很多年。 寒冷之急, 即便在干燥的岩浆河流上方, 也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便凝结出很多颗水珠, 汇在一起。 赵纳月接过黑河, 把河角凑到唇边, 缓缓引了一口。 那些凝出来的清水自然没有什么味道, 但露过唇舌, 滑入咽喉的感觉却无比美妙, 仿佛仙宫里的浴液一般。 景久意念微动, 换来坡上的两节断剑, 眼里剑光一线挤引, 对准缺口, 然后紧紧地握在手中。 无数道剑火从指缝里喷涌而出, 短短数十息, 便让断剑缺口处变软, 开始融化。 毕竟是浮丝剑, 想要重新修复需要很长时间, 景久把手收回岩浆里, 闭上眼睛。 我歇会儿。 剑火还在她的手指尖喷涌, 带动着岩浆微微跳动, 就像是快要沸腾的粥。 赵纳月看着她的脸, 心情也是如此, 她知道她的神魂去了青天剑里, 一时不会醒来, 眉眼如画, 美不能言, 想到以后再也看不到这张脸, 她好生不舍, 想要做些什么。 青天剑里是秋天, 昨夜一场秋雨, 夜落不知多少, 寒意骤生, 楚国故都的人们都换上了厚衣裳, 谁能想到, 今天清晨的朝霞竟是那样的红, 随后的天空又是那样的蓝, 阳光白得令人心慌, 整个世界忽然都变得热了起来, 仿佛回到了夏天, 就连那些销声匿迹多日的青蛙都活了过来, 开始放声歌唱, 整个庭院里都是呱呱的声音, 水面的清瓶都在微微颤动, 吵死人了, 你也不说管管, 赶紧喊人, 把这些青蛙都给我抓走, 炖汤红烧, 再准吵下去我怎么睡觉, 那只红色的鲤鱼破开清瓶, 浮到水面, 圆圆的鱼唇一张一合, 如射箭般喷出无数脏话, 楚国故多的人们都知道, 张老太爷这几年有些老糊涂, 命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极大的池塘, 在里面养了一条怪鱼, 所谓怪鱼就是妖怪, 因为很多人都听到过那只红色鲤鱼说话, 因为这个缘故, 张府里根本没有人敢靠近这个池塘, 只有老太爷每天都会在这里停留很长时间, 张老太爷颤颤巍巍地在石凳上坐下, 拿着拐杖, 举着那条红色鲤鱼, 你与我说话倒也罢了, 不过谁你都要和对方唠几句, 把人吓死了怎么办, 现在都说你是妖怪, 我死了, 你怎么办, 你就不能忍忍。 这条红色鲤鱼自然便是中州派曾经的预备神兽, 火里大王, 他被白真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死, 以灵血献剑通天杀阵, 只不过运气极好, 被警九找到了一缕神魂, 放进了青天剑里。 听着张老太爷的话, 火里很是生气, 能忍得住说话的我还是我吗? 你们这儿的老天爷敬他大爷的瞎来, 昨日是秋天, 今儿是夏天, 难道明天我要下雪啊? 这么乱来怎么能行? 张老太爷听着他对老天爷不敬, 神情微变, 压低声音警告。 嘘, 小心你的嘴, 仔细让他老人家听到。 我命由我不由天, 就算他来, 啊? 风过青天, 真有人来, 经就出现在池塘边, 火里带着哭腔。 真人, 您终于来了, 我好想你啊。 经就没有理他, 火里游到池塘边, 停在他的影子里, 讨好地摆动着尾巴, 这让他想起了阿大, 心情柔软了些。 看到你在这里活得不错, 我很欣慰。 然后他望向张老太爷, 有些意外, 你比我想象的更能活。 青天剑与外界的时间流速越来越接近, 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张大公子还没死。 陛下鸿福齐天, 赐我一丝便够了。 经就确认他已经年老体衰, 但应该还能再活几年, 没有再说什么。 对着火里说道, 想不想回去? 这里说的回去自然是朝天大路, 火里有些吃惊, 嘟着圆圆的嘴巴有些委屈。 我现在就是一里幽魂, 怎么回去啊? 张大公子知道有人可以活着离开, 很是惊喜, 听着这话训去。 陛下既然让你回去, 自然有解决的方法。 火里想到紧急把神魂寄到万物一剑上续命的事情, 不禁好奇。 你要让我变成一条剑鱼? 世间再不可能找出另一把万物一剑。 有人给了我一颗猪雀玉卵, 他一直想把这颗玉卵孵化出来, 事实上没有希望。 青鸟从天空里飞来, 落在他的肩膀上。 你想给这条笨鱼? 火里知道它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却控制不住情绪。 你才是个傻鸟? 如果啄如碎这个时候在, 肯定会说中猪派的神兽都是这样事的, 难怪现在这么惨。 你与猪雀的属性相近, 应该能活转过来。 那我会不会变成一个怪物? 张老太爷忍不住说道。 你现在就是个怪物。 不不不, 我可不想变成一个鸟鱼, 或者一个鱼鸟。 火里连连摇头, 带起阵阵水花。 你确定留在这里, 要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 很容易出问题。 火里望向满脸担忧的张老太爷, 圆嘴里吐出了几个泡泡, 泡泡露出水面便破了, 声音传开。 我在这里挺开心的, 虽然只是一缕神魂, 嗯, 以后如何先不管, 等这个家伙死了再说吧。 张老太爷听着这话, 险些被口水呛着, 咳了两声。 我死之前, 一定把你烤来吃了, 说不定又能多活几十年。 既然如此, 警救自然不会再理会此事, 也不想听这两个比浊如岁、 六十岁还唠叨的家伙说话, 转身便进了那间祠堂, 祠堂里的那根香已经燃烧了很长时间, 那道清烟也停留了很长时间, 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 就此离开。 有什么古怪吗? 神仙的神情, 我怎么懂? 第478集 飞鸟与鱼 警救向着天空高处飞去, 青鸟在旁作伴, 他觉得这幕画面有些眼熟, 不是想到当年问道大会里夺顶破天, 而是想起了一百多年前在青山飞升。 整个世界在远离他, 他却又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他的视野, 让他看得更加真切, 照顾皇宫树下的鬼影。 碧海上的那些海盗船, 也已经变成了鬼船, 咸阳学宫里也在闹鬼, 整个世界鬼影森森。 是你弄的鬼? 你这说的是什么鬼话? 警救发现他确实不知道这些事, 没有再说什么, 直接与他告别, 出了青天剑。 他睁开眼睛, 看到的不是干燥而乏味的牙壁, 而是一张很近的脸。 那张脸很好看, 眉眼如画, 线条却又如剑般僵起, 带着些凛冽的意味。 他当然很熟悉这张脸, 却没有以这般近的距离看过, 甚至能够看到黑白分明的毛子里的自己。 更重要的是, 他与他的唇是贴着的。 赵蜡月坐了回去, 抱着青天剑, 看着岩浆河流的下游, 神情平静, 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景久带着疑问摁了一声, 赵蜡月没有转身看他。 你不喜欢? 下次不用等我睡着。 那样我会不好意思, 而且, 没有下次了。 看你意思。 赵蜡月忽然想到很多年前, 与他去商周城, 在摘星楼上看着青楼里的画面。 确实没什么意思。 张老太爷说要把火里做成烤鱼吃, 那是朋友之间的惯常打趣, 绝不涉及到真正的生命威胁。 和瞻就不同了, 他说要做烤鱼便一定会杀死一条鱼, 然后放到火上去烤, 绝对不会像朝歌城夜市里的无良商贩那样, 做一条监狱出来。 我以前有个绰号, 叫天下第二, 但在烤鱼方面我绝对比你强, 那些秘方我连童颜都没告诉过。 他从溪里直接取了一桶清水, 准备稍后用鱼骨熬汤。 密林里传来清脆的铃声, 不知道瑟瑟在做什么。 警觉与赵拉月坐在稍高些的草地上, 听着铃声与河沾的自吹自擂, 觉得这对道律果然很和谐。 没过多长时间, 瑟瑟从林子里高兴地跑了出来, 手里拎着一只被青心灵迷昏的杖子。 这几年血缘很安静, 白城很温暖, 盛夏时节冰雪化成溪水, 让山间多了很多青树, 也多了很多野兽, 饭菜便多了很多口味。 两条烤鱼基本上让赵拉月一个人吃了, 嘴巴油乎乎的, 看着就像贪吃的顽童。 警觉看了一眼, 赵拉月瞪了他一眼。 瑟瑟没有注意到其间的气息流转, 想着以后再也看不到警觉, 又是开心又是难过, 分别的时候直接扑进了他的怀里。 何瞻咳了两声, 看着警觉想说什么, 警觉静静看着他, 等着他开口。 最终何瞻还是没有问, 想问是因为他聪明, 早就察觉到自己的身世还有隐秘, 不问也是因为聪明。 顺寒息而下便到了一处崖畔, 下方便是白城, 从高处望过去, 满城经番, 看着并没有什么神圣感, 只让人觉得杂乱。 警觉与赵拉月向崖下走去, 来到那座小庙里, 那座大佛正在鸣界救世, 现在坐在莲花座上的是个小和尚。 在警觉的眼里, 蝉子永远还是当年的那个小和尚。 赵拉月坐在高高的门槛上, 把还不算很长的辫子甩到身前, 想起那年梨花落实, 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听说在三千院里, 你对他们说了因果, 我觉得那个形容不是很妥。 与其说景阳与我是一条河的上下游, 不如说是一团火。 说完这句话, 他取出一根细木棍点燃, 然后他又取出一根细木棍, 用前一根木棍上的火苗点燃了它, 接着他取出第三根细木棍。 蝉子看出来这是自己落在三千院的那堆细木棍, 赶紧伸手阻止。 我懂我懂, 这么简单的道理用得着这样吗? 别烧了, 别烧了。 警觉把那些细木棍递了过去, 道理虽然简单, 想到却不容易。 蝉子双手接过, 你是什么时候想到这个道理的? 警觉走到门槛处, 望向远方的雪原。 某天忽然就想到了, 应该是在镇摩玉 与明皇讨讨讨论魂火的时候。 因为魂火这个名字, 你不觉得这个名字来得毫无道理, 那必然有别种道理。 我问过雪姬, 他们不是这样的, 不代表人族不是这样。 听到雪姬的名字, 蝉子摇了摇头, 你确定帮助她离开是好事? 这是一件事, 好坏并不重要。 赵拉月站起身来, 顺着她的视线望向雪原深处。 你想杀了她? 经旧来到雪原开始, 那座冰封便很安静, 那道神石没有出现, 说明了很多问题。 她不如她母亲, 也不是那么好杀的, 而且为什么要杀呢? 我和她妈关系不错。 可是她与她妈关系不好, 差点杀了她妈? 她妈那时候刚刚生产, 脆势虚弱, 而且也是趁机蛮过命是天道, 离开雪原。 蝉子连连摇头, 总觉得这段对话有些怪。 景旧对着雪原深处的那座冰封, 微微点头致意, 便准备离开。 那一天我就不去送你了。 赵拉月有些意外? 为何? 蝉子一脸理所当然的神情, 第二次成亲, 有什么好看的? 蝉子不去为景旧送行, 自然不是嫌弃她春风二度, 而是二人之间感情深重, 与众不同。 朝歌城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不同的。 景旧与赵拉月先去城外赵园住了几天, 她看出赵父赵母应该也没有几年了, 然后他们进城去皇宫与景瑶见了一面, 又用了一天时间逛了逛新旧梅园, 看了看那座摆着棋盘的亭子, 有座有桥的小湖, 接着便去了太常寺。 太常寺的黑岩被夏天的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 显得十分精神, 却没有了当年的惊魄。 后院开满了紫色的野花, 弟弟的牢狱则是越来越空, 听陆国公说再过两百年, 可能最后的那几个犯人也会死去。 陆国公府的子孙很多已经离世, 陆国公却还挺着, 不知道看着那些越来越陌生的后辈, 他会不会偶尔想起更冷清的邻居。 景离现在更多时间是在太学里抄经书, 景宅大部分时间空无一人, 景就在那间书房里睡了一百多年, 对这座宅子依然不是很熟悉。 他带着赵拉月在前庭后院里走了走, 又在那间书房里坐了半夜, 当陈光照亮朝歌城的时候便起身离开了这里。 避空之上的虚境就在不远处的眼前, 像块琉璃一样, 却给人一种无法打碎的感觉。 赵拉月在进入虚境之前问道, 要去果城寺吗? 那座石塔还在果城寺里, 既然是告别之旅, 应该去一趟才对。 人不在了看他有什么意思? 我又不是卓如碎, 非得抱着那座塔才能睡着。 赵拉月再次确认, 南望烧掉那具遗骸, 他从三千院里醒来后, 与以前有了些不同。 当然, 这也可能是卓如碎对他的影响, 就像产子说过的那样, 这是此事的因果。 南河周外的浊水被血色的剑光照亮, 景久与赵拉月停在一块礁石上, 望向远处岸边镇际流民的草棚, 看到一名中年僧人, 正在忙碌地救治这伤员, 根本没有时间说话。 那名僧人是当年他们在南河周 遇到的那对师徒里的弟子。 为了这对师徒, 赵拉月杀了修行者, 成为了惊天司追击的凶徒, 继而才会引发后面的那些事。 小河不老林, 师封臣王小明, 那些故事当时是那般的惊心动魄, 印象深刻, 现在则早已被封, 吹散, 偶尔想起顿生隔世之感。 既然各有各的道, 当年我就不该拘着你。 赵拉月看了他一眼。 你确认, 我的道没有问题? 那年我们说过, 为何通天境修行者会被称为大物, 因为生死之间有大物。 赵拉月若有所思, 通天境修行者再往前一步便是飞升, 若踏不出这一步, 与凡人一无区别, 便是被困在生死之间。 你选择向死而生, 虽然危险, 但会比别人快很多。 等我像蓬郎那样, 进入通天境再说。 并非难事。 你要走了吗? 不急。 赵拉月收回视线, 望向浊水里无数道向东而去的浪头。 你不要等我。 景九的意思很清楚, 要把他送入通天境才会离开。 他不想承受这些, 与压力的沉重无关, 只是不想牵扯住他。 景九没有接话, 带着他去了云集镇, 在内间酒楼里, 要了一个火锅。 红汤白汤先后沸腾, 各色肉菜依序下锅, 香气随着雾气扑面而至, 一窗而出, 与镇子里的云雾混在一起。 包厢的门紧闭着, 酒楼的门则是大开着, 不知道是第几代的酒楼东家 带着全家老小, 以及掌柜伙计跪在一楼。 云集镇上的居民与百姓 各自跪在接盘, 天空里的无数道剑光 已经昭显了酒楼里 那对男女的身份。 可能是不喜欢在这种 被注视的环境下泳餐, 赵腊月的食欲有些不好, 只吃了三盘羊肉便放了筷子。 血色的剑光照亮 从青山里流出来的云雾, 逆流而上, 迅速消失在群峰之间, 根本没有理那些 前来迎接掌门的 青山长老与弟子们, 明确表明了自己的不悦。 南松亭已经没有故人, 景久直接去了那栋小楼, 观看了裂带祖师的画像, 最后停在了自己的面前。 与玄天宗的那幅画像不同, 这幅画像里的景阳真人 有着清楚的容颜, 因为有人曾经看过。 赵腊月看了他一眼, 转身离开了小楼。 幽静的山林 响起了银铃的声音, 五十道剑弦 从阳光里收敛, 形成了一团云, 落在他的身旁。 云里伸出一只裸着的脚, 脚踝上系着一根银铃, 白皙动人。 啪的一声轻响, 南望从云里走了出来, 看着他问道。 我喊得怎么样? 景久静静地看着画像里的自己, 眼里的怀念渐渐淡去, 十分平静。 我现在更好看。 南望哼了一声。 大家都已经等了很多天, 结果你一直没回来。 你到底准备哪天走? 整个朝天大陆都知道, 景久要飞升了, 问题是没有人知道具体是哪一天, 只能提前来青山宗老老实实等着。 飞升的日期不确定, 整个世界便只能一直等下去, 把所有别的事情都先放在一边, 而且还没有人敢问, 除了南望。 景久想了想, 那就今天吧。 画像内外的景阳与景久对视着, 很明显站在画外的更好看些, 景久不再是以前那个景阳, 那个劲儿却与景阳没有什么区别。 当南望听到他说, 那就今天吧。 这句话之后, 心里生出这样的想法, 轻轻地摇了摇头, 向小楼外走去。 阳光透过山间的薄雾与树上的枝叶, 落在一条无明的小溪上, 散成微淡, 微乱的微光, 就像他的渐弦, 与此时的心情。 洁白的赤足踏着西畔的山石, 带着他的身体快速向上, 就像是美丽的山鬼, 音铃发出清脆的声音, 就像是他从前的笑声。 从外表来看, 他还是那个来自南蛮的少女, 实则不染。 来到封顶处, 有块黑色的大石, 石前生着一株花树, 树下堆着好些精致可爱的小酒坛, 原来这是青蓉风。 南望不知从何处摸出一坛酒, 向身后扔去。 他的一声轻响, 酒坛准确地落在了井酒的手中。 过去了数百年, 二人的配合还是这样的熟练, 如行云流水。 经酒看着手里的酒坛, 想了想, 还是打开坛塞喝了一口。 看着这画面, 南望的神情变得温和了些。 走回他身前, 接过酒坛饮了一口, 吐出一口微甜的酒气, 声音微糯。 在那个洞府里烧掉了你的遗退, 不是因为恨你, 想要把你错骨掩晖。 那两个孩子不懂你, 难道我还不知道你的意思? 那就让我替你断了前世的所有因果吧。 前世与景阳有着极深关系的人们, 绝大部分都死了, 只有他还活着。 听完南望的这些话, 经就沉默了会儿, 然后嗡了一声。 在三千院里, 他说自己算准了南望恨及自己, 是故意那么说的。 他怎么会不懂, 他懂自己。 南望面无表情, 不要学柳子恩来我去的。 嗯, 好的。 今天在小楼迎你, 本想对你说, 我喜欢的是景阳, 不是现在的景久。 然而仔细一想, 这只不过是小女儿家害羞, 怕男人不要, 提前寻的逃避借口。 我南望为何要做这等事, 我就是喜欢你, 不管是以前的景阳, 还是现在的景久。 不过反正你要走了, 说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 总不能让你留下来等我们。 是的, 当年景阳没有等连三月, 他这次应该也不会等谁, 似乎也包括赵拉月。 让他们都去上德风。 男望摇了摇头。 嗯, 我就不去了。 景久沉默了会儿, 从他手里接过酒坛, 又饮了口, 算是做了告别。 第479集 漫长的等待 今天晴空万里, 万里无云。 云只在群峰之间安静流淌, 正是适合飞升的好日子。 从景久战胜西海剑神之后, 整个修行界, 乃至整个朝天大陆, 都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由于担心错过时辰, 他们很早便开始在青山里等着。 今天收到确定的消息, 数千名修行者们纷纷从世月峰及西来峰的道殿里走了出来。 与一百多年前的那一次飞升时相比, 前来青山观里的宾客已经换了很多, 元气鲸鱼六次死了, 裴白发死了, 冥界那两位最厉害的人物死了, 玄陵宗的老太君景叔也死了, 风起时早已换了人间。 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蝉子这次没有来, 不过依然热闹, 甚至比上次更加热闹。 在这个故事里, 有名字的宗派都来到了青山, 没有任何遗漏。 朝天大陆的大人物们也在陆续抵达, 最先到的是神皇景瑶, 接着便是那顶青莲小教。 当那些修行者依照青山弟子的指领来到上德峰时, 才知道传说是真的, 上德峰已经变成了平地, 往年间附着白雪轻松的上德峰 已经变成了一个方圆数十里的黑色巨大御盘。 一只巨大的黑狗静静地趴在黑色御盘中央, 就像一座山峰, 或者它便是以后的上德峰。 各宗派修行者知道, 这位便是传说中的青山镇首, 夜孝大人。 想着景久与白真人拼命一战时, 天狗时日的画面, 想着传闻里这位的无上神通与冷酷, 人们不禁感到好生畏惧, 远远行礼, 根本不敢靠近。 见过斋主, 晚辈参见圣人。 寻风之间, 威起喧哗, 各宗派修行者向着某处行礼, 带着毫无虚假的敬意, 来的人是伊毛斋斋主布丘霄与斋里的书生们。 在这一次的蔑视之战里, 伊毛斋就像过往无数次大事里一样, 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 就连布丘霄最欣赏的学生西依云, 也死在了白真人的手下。 紧接着, 玄陵宗与静宗的人也到了, 坐在轮椅上的玄陵宗主陈雪梢, 不耐烦与别家修行者寒暄, 只是看着青山深处言有异彩, 似在猜测哪座山峰是景久的居处。 重新开山的吴恩门受到了最隆重的欢迎, 因为他们是青山宗最坚定的盟友, 自然也有景久与彭郎内夜长谈的影响。 各宗派修行者看着那位走在最前方的年轻掌门, 震惊至极, 心想难道传说是真的? 如果说这位叫做彭郎的年轻掌门已经通天, 那岂不是比景阳真人还要厉害? 更大的震惊来自中州派, 没有人想到, 每隔多长时间与青山宗结下血海深仇的他们, 居然会派人前来观礼。 更没有想到的是,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是童颜。 连中州派都来了, 昆仑派与北方的那些小宗派, 自然也不会落下, 甚至还有很多散修也鼓起勇气闯了进来。 令他们惊喜的是, 青山宗居然没有竹人, 好在上德峰变成的那块黑色玉盘着实巨大, 不管多少人站在上面都只会像一些芝麻。 只不过青山终究还是变得热闹起来, 在这样的热闹里, 没有人注意到一个戴着立帽的人走到了一棵大树下。 平静如瞻的云海里, 牵出了一道红线, 那是浮丝剑的光影, 经就落在了巨大的黑色玉盘上, 群风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站起身来, 望向了他。 那件白衣轻飘, 极为醒目, 在他身后站着的是赵腊月, 柳十岁, 元曲, 雀娘, 平永佳, 阿飘, 卓如碎。 更多道剑光落在了黑色玉盘上, 有广元真人, 梅里, 池燕等二代长老, 也有过南山顾寒, 雷一经, 林无知, 妖松山等三代弟子, 还有一些远曲都记不住名字的年轻弟子, 就连方景天与那三位隐风长老都来了。 警九抱着白猫走到狮狗身旁, 寻了个最舒服的地方坐下, 摆了摆手, 广元真人明白他的意思, 带着青山众人们各自散开。 赵腊月与柳十岁等人在不远处坐下, 数千名修行者恭敬行礼, 然后坐下。 在无数道视线的注视下, 警九低着头, 右手缓缓地摸着猫, 没有开口的意思, 好像在等谁。 阿达瞇着眼睛, 一边享受, 一边好奇着。 现在这个世界里, 还有谁有资格要你等? 有着与他同样疑问的人还有很多, 好在这个谜题很快便得到了解答, 如沾般的云海里, 破开了一个浑原至极的大洞, 带着一道沉闷如中的风声。 那阵大风落在狮狗身上, 让那些黑毛如麦浪般翻动, 同时把黑色玉盘上的实力和灰尘尽数洗净。 一座金漆斑驳的大佛出现在狮狗身前, 就在警九的身旁不远, 用浑原有缺的声音说道, 抱歉, 来晚了。 与警九相比, 这座大佛真的极大, 极具庄严威压。 与狮狗相比, 这座大佛却像凡人家里供着的佛刊里的像, 有些可爱。 刚刚坐下的各宗派修行者们, 再次站起身来, 对着那座大佛恭敬行礼。 太平真人与白真人发起的这场蔑视之战后, 修行界很多秘密都已经被揭开, 包括刀圣曹元的金身, 但终究这是很多修行者第一次亲眼目睹, 不由觉得神奇异常, 震撼无语。 不过再如何神奇, 再如何震惊, 他们也必须控制住情绪, 因为今天所有的重点都在警九身上。 童言翻开手掌, 警云中从掌心里飞起, 来到半空之中。 曹元隔空一直弹出, 刀翼化作一道禁风, 准确无比地落在警云中上。 嗡的一声轻响, 然后变成无数道雷鸣, 向着四面八方而去, 迅速至极地穿过了青山群峰, 来到了朝天大陆每个角落, 甚至去往大海深处, 以及智翼大陆的皇宫。 于是, 整个世界都知道时间到了, 于雷声般的钟鸣, 穿过茅草屋, 穿过道殿, 穿过大户人家, 穿过江上的小舟, 穿过海上的宝船, 穿过雪山, 无远福建。 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几钟声, 海内边正在回家的巨人, 回首望向朝天大陆的方向, 唇角微裂, 露出极憨厚而开心的笑容。 顾清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宝船的后方, 望向钟声起出, 眼眶湿润。 雪原深处那座孤单的冰封里, 眼壁仿佛琉璃一般, 一个极其矮小的身影出现在那处, 盯着南方, 不知道在想什么。 如果把那座冰封与青山之间画一道线, 白城的那座小庙刚好就在线上, 也就意味着雪国女王看着青山的时候, 随时可能看到那座小庙, 于是蝉子没有坐在莲花座, 而是趴在香岸下面玩细小木棍, 便变得很好理解。 还是不理解, 今天真人非生, 为何您不去青山? 非生会到最高的地方, 无论你在哪里, 都能看到, 何必专门跑一趟。 何瞻觉得似乎有道理, 只是您趴在香岸下面又能看到什么呢? 瑟瑟坐在门槛上, 看着南边。 非生前, 真人肯定会讲些东西, 听不到真是太可惜了。 以他的性情, 不过就是一键斩过去, 哪有什么道理可讲。 上次你看他讲过吗? 上次我才九岁, 奶奶又没带我去, 我怎么知道? 蝉子被怼得手指一颤, 险些把木棍堆推倒。 总之那个家伙, 不会和人讲道理的。 只有太平真人与他这样的景阳就是才知道, 一箭杀之, 这四个字的来历。 何瞻一脸不理解。 当年蝉子您曾经去神末峰问道真人, 对坐百日, 那真人当时讲的是啥? 蝉子心想, 还真是一对天成的道理。 哼, 那一百天里, 他就把我当个孩子, 每天晚上讲个故事哄我睡觉, 你们以为还能讲啥? 说起当年, 他脸上满是嘲弄的神情, 眼底却有着深深的怀念与不舍。 钟声渐渐远去, 如风一般再无踪影, 接着响起的便是锦九的声音, 他的声音像以往那般清淡, 没有什么含义, 也没有什么味道, 还是像风一样, 向着墨玉盘四周散去。 我生于此间天地, 你们亦在这方天地里, 这便是我们之间的因果, 今天我将离开, 便与你们说些话。 听到锦九的话, 各宗派的修行者们神情微灵, 各自正经微作。 在他想来, 真人非生之前, 要说的话必然极为重要, 对修道会有极大的帮助, 便是错过其中一个字, 都极不应该。 只可惜离得太远, 无法看清真人的神情,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不会讲什么道理, 勉强能说些故事, 今日要说的便是三个故事。 锦九说得随意, 那几位隐约猜到些什么的人, 则是神情微变。 赵腊月想的是, 你只去问了两个问题, 怎么却有三个故事。 曹元想的是, 飞生的是你, 为何偏要说我的故事? 不求消暇的是, 如果你说的故事与我有关, 即便你是要飞生的仙人, 我也要。 你飞生之后还有这么多徒子徒孙, 难道你就不担心一下? 远处那棵大树下, 那个带着立帽的人站起身来, 手掌轻浮粗糙的树皮, 望向碧蓝的天空, 脸上映着树叶的颜色, 不知道在想什么。 其余的修道者们没有多想, 世间无数道法与妙译, 便隐藏在那些看似简单的故事里, 这是禅宗最擅长的本事。 原来真人今日, 是要说法。 警九抓住阿大的警, 放进赵腊月的怀里, 拍掉手间的符毛, 看了那座大佛一眼, 开始讲第一个故事。 几百年前, 居业城有两个大家族, 其中一家姓石, 一家姓曹, 双方为了争夺利益拼斗多年, 各有胜负。 直到曹家出了位境界 颇为厉害的家主, 那位家主又娶了 东义道的一位女散修, 曹家才算是完全 把石家压制住了。 那对家主夫妻境界虽深, 但无非生之妄, 眼看着寿远将近, 便想要留下一个后代。 这个故事的开头极为寻常, 平铺直续, 听不出任何意思, 忽然却是极为认真, 过南山忽然发现 顾寒的脸色有些不对。 怎么了? 顾寒脸色微白, 当年居业城 曾经发生过一场惊天血案。 顾家是依附于青山的 世家大族, 对朝天大陆的 世家谱系非常清楚, 过南山则是对这些事情 不甚了解。 那又如何? 顾寒没有再说那件血案, 望向远处那座大佛 压低声音。 刀圣姓是吗? 顾南山神情威异。 难道师叔要说的是 刀圣的故事? 二人对话的时候, 景久讲述的那个故事 还在继续。 曹家主事的那对夫妻 自知行事手段 过于强硬狠辣, 尤其是世家被打压得极惨, 待自己二人离世之后, 世家必然会反扑, 如果曹夫人怀着的孩子 是个不能修行的普通人, 也就罢了。 就算曹家事衰, 就这么平淡地熬过一生也罢。 如果那个孩子的天赋 高到不行, 比如是个天生道种也好办, 实在不行, 他们直接送进中州派 或者青山宗, 难道世家还敢做什么手脚? 一时间, 他们竟是不知道 该希望怀着的孩子 是个天才还是个庸人。 就在这种充满复杂 情绪的期待里, 曹夫人怀孕了。 令他们非常茫然的是, 那个孩子很寻常, 没有什么特异之处, 有些天赋不算平庸, 却不是那种 令人眼前一亮的存在, 这是最麻烦的一种情形。 中州派与青山宗 这种门牌 肯定瞧不上这个孩子, 实家会因为这个孩子 能修行而极为重视, 甚至动杀心, 他们该怎样 才能护住这个孩子。 那对夫妻只用了一夜时间, 便选定了应对的方法, 那就是在自己离世之前, 把世家灭了。 听到景久的这句话, 有越来越多的修行者 像顾寒那样, 想起了几百年前 发生在居业城的那件惨案, 神情危变。 那件惨案实在是太有名气, 因为那对夫妇做得实在是太绝。 世间经常说起灭门惨案, 但当年世家遭受的 才是真正的灭门。 从世家的嫡系子弟, 到管事, 到整个家族, 在很短的时间里, 被曹家尽数杀死, 一个人都没有留, 甚至就连与世家交好的那些江湖豪强, 也都被那对夫妻挑出来杀了, 整座居业城仿佛被血洗一遍。 第四百八十集 不死万万年 要做成如此恶事, 曹家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就此渐渐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 直到今天被警救提及。 曹氏夫妇做完了这些事情, 便去了墨丘, 直接拜在果成寺住持身前, 问了一句话, 我夫妻二人自知罪孽深重, 但与这孩子有关吗? 住持说孩子无罪, 但你们这等做法实在是又邪恶又愚蠢, 十家的朋友都被你们杀光了, 但朋友还有朋友, 亲人还有亲人, 如何能够杀得干净? 待你们死后, 那些朋友的朋友, 亲人的亲人, 难道不会把仇恨转移到那个孩子的身上? 在场的人们先听着这个故事, 便觉得有些问题, 这时候心想果然如此。 曹夫人听着果成寺住持的话, 才发现自己犯了大错, 曹家主却对住持说道, 自己杀了这么多人, 本就是为了给他看的。 住持不解, 心想, 这是何意? 曹家主说道, 如果让世人知晓这个孩子的身世来历, 他必然活不长久, 住持您确定此点, 便一定会替他隐瞒。 住持这才知道, 曹氏夫妇竟是存着 把那个孩子送入果成寺的念头。 这个故事听到这里, 人们哪里还猜不到是怎么回事? 无数道带着极其复杂情绪的目光, 落在了那座大佛的身上, 那座大佛的脸上满是斑驳的漆皮, 无悲无喜, 之鱼沧桑。 住持非常不理解, 说道曹家, 因为你们的决定, 毅然衰败, 待你们离世之后, 必然会受到反扑, 那些亲人与下属的生死, 难道你们就不在乎? 曹氏夫妇对视一眼, 异口同声说道不在乎。 曹夫人恋爱地望着自己怀里的孩子, 说道只要他能平安过这一世就好。 说完这些事情后, 曹氏夫妇便自杀了, 那个小孩自然留在了果城寺。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讲完了, 很简单又很不简单。 曹氏夫妇的做法实在是太过血腥可怕, 想法不知道是否正确, 但至少那个孩子确实成功地活到了今天, 而且成为了朝天大陆最了不起的人物。 人们望着那座大佛, 才知道原来刀圣大人的身世竟是如此离奇, 一时间根本说不出话来。 这个故事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比如我母亲怜爱地看着我这一句, 她当时的眼神你又如何知道? 这是三月的原话。 这个故事涉及到曹元的身世秘密, 涉及到一段血腥残酷之极的往事, 对她的声誉,乃至果城寺风刀轿的声誉, 都会有影响。 经就能够知道这个故事当然是因为连三月。 很多年前的胡编, 曹元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对她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还只是一个刚刚离开四门的小和尚。 连三月不喜欢文章时, 也不会添油加醋, 并且也懒。 怜爱这个词肯定是曹元他自己的叙述。 问题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 怎么可能记得住当时母亲的眼神? 这或者是曹元长大后的想象, 或者说他从出生开始就不是普通人。 只不过他的天赋资质实在是太过疏意, 便是曹氏夫妇也没有发现。 不然也很难解释, 为何那个天赋普通的孩子, 日后会变得如此强大? 曹元沉默了会儿。 其实,石家没有死绝, 我父母想沾草出根, 哪是这般简单的事? 风刀教有不少姓石的。 听到这句话, 长奸一片哗然。 很多年前, 曹元离开果成寺, 开始倒红尘行走, 加入风刀教成为一个普通弟子, 并且以这个身份参加梅会, 大放光彩。 之后,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没有选择回果成寺, 而是继续留在了风刀教里。 他艰难地带着这个小教派 在凶险的北地一路成长, 直到如今成为一方霸主。 修行界以为他是眷念旧情, 不断因果, 现在听到这个故事, 以及警觉与曹元的对话, 才知道原来另有隐情。 不错。 他们知道? 知道。 他们恨你? 打不过我, 恨不恨我也就不那么重要。 只是你把我的这个故事讲出来, 究竟是想说明什么呢? 不是所有故事都一定要说明些什么, 但你这个可以。 警觉望向修行者们, 指着那座大佛。 他的父母为了他的出生杀了几千人, 行了无数恶事, 所以他认为自己是戴罪而生的人, 从里到外都透着恶这个字, 怎样都洗不干净, 他甚至不敢奢望能够赎罪, 只希望能够让那几千人的死 更有价值一些。 所以他去了血缘, 便再也没有离开过。 孤刀镇风雪, 这是世人对曹元的评价, 或者说赶佩。 谁能想到还有这样的来由? 他在冥界做的也是相同的事情, 而且相信他会一直做下去。 这确实不是赎罪, 但何时才能解脱? 他为何无法飞升? 因为他觉得这份债还不清, 可是父母欠下的债, 为何要他来还? 前人的因, 为何要后人来收果? 总而言之, 就是一个原因, 他想不开。 曹元在白城守了数百年, 除了前面说的这些, 虽然还有别的原因, 比如连三月, 但景九不想说, 这个故事说的不是恶因结善果, 而就是那三个字, 想不开。 你自己都想不开, 这天为何要为你而开? 青山群峰之间一片安静, 人们还沉浸在刀圣身世带来的震惊, 以及景九的最后一句话里, 景九没有给众人太多时间, 直接开始讲述第二个故事, 他望向某座风前那棵大树, 对那个戴着立帽的男子说道, 过来, 那名男子摘下立帽, 青涩的脸上满是苦笑, 正是苏子叶。 苏子叶向着黑玉盘深处的景九走了过去, 吸引了无数视线, 引起了阵阵骚动。 这位曾经的玄因宗少主, 现在可以说是邪道势力硕果仅存的厉害角色。 硕果仅存这个词, 可能用得不太恰当, 总之, 他就是最后一个。 很多人都知道他还活着, 甚至与风刀教玄天宗有着一些隐秘关系, 不然怎么能把昆仑派打得节节败退? 而他身后那个巨大的黑影, 人们也很清楚, 那就是青山宗。 只是景九居然喊破了苏子叶的刑藏, 难道是想直接昭告天下? 非生在即, 真人行事果然更加随性。 苏七哥是玄因宗上一代的宗主, 修行邪功年月太久, 脑子出了些问题, 信了些愚蠢至极的说法, 偏又无情觉性至极, 给怀孕的妻子中了剧毒, 让他变成了一个半死人, 又用鬼藩勾魂入体。 如此行事, 那个在死人腹中存活下来的胎儿, 便是所谓魔胎, 直带魔胎降世, 便会被他生吞入腹, 成为魔鹰, 助其境界大成。 苏子叶行走在黑色的地面上, 脚步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速度看似缓慢, 实则很快。 当景九说完这段话后, 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 静静地站着,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如果说刚生下来的婴儿, 都能感受到母亲的恋爱, 那这个魔胎呢? 这句话的前半段说的是曹元, 后半段说的自然是苏子叶。 魔胎生聚灵时, 知道自己生活在母亲的尸体里, 知道自己一生下来 就会成为父亲的丹药, 那会是什么感觉? 苏子叶想了想, 绝望, 而且愤怒。 知道这段密室的修行者不多, 但很多人都知道, 苏子叶在很年轻的时候 便成功地暗算了自己的父亲, 在长老们的帮助下 获得了玄音宗的实权。 按照景九说的这个故事, 他只是苏七哥放在 妻子尸体里的魔胎, 生下来便会被吞噬, 那他是如何活下来的, 又如何能够暗算到自己的父亲? 那个魔胎在发育的过程里, 吞噬了一些母亲的血肉, 提前阴化。 当苏七哥把那个魔鹰吞进体内后, 根本来不及炼化, 便中了他的尸毒。 继而那个魔鹰破体而出, 让苏七哥就此瘫痪, 过了很多年生不如死的日子, 直至被柳子一箭斩化。 苏子叶脸上的神情没有任何变化, 平静地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 群风之间一片哗然, 不是因为苏七哥苦心孤意, 不惜牺牲七余子, 也要谋求的魔宗大道, 一朝尽回, 也不是感叹于一个婴儿, 为了活下去也能拼命, 而是因为这句话的前半句。 那个魔胎是靠着吞噬母亲尸体 才提前阴化, 并且有了尸毒这个保命的本事。 不要说是修行正道, 就算是邪道中人, 也很难接受这样的事情。 如果说这是他父亲种下的恶因, 他就是恶果, 那他母亲呢? 为何要承受这段因果? 所以他讲的第二个故事 也不是因果, 而是一口气, 为何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叫做朝天大陆? 人们心想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大道朝天, 修行者苦求非生的意思。 人死面朝天, 不死万万年, 我喜欢这个意思。 众人震惊无语, 心想难道朝天大陆的名字 还能如此解释? 苏子叶有些想哭, 却微笑着, 他慢慢弯腰, 向警九认真行礼致谢。 人死面朝天, 不死万万年, 人死。 不求消念着这两句话却越念越觉得颇有深意, 想来这才是向死而生的意思吧。 那句话太雅, 不求消还是无法完全赞同这样的活法。 如果这句话说的是, 只要能活着, 做什么都可以, 岂不是也可以推论出另外一个结论? 只要知道自己终将死去, 那么活着的时候做什么也可以? 继而又推出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一场炮影。 警九讲的前两个故事, 不管是曹元的身世还是苏子叶的出生, 都可谓是惨到了极点。 难道他真的是想说这个? 你的推论没有问题, 但中间有个缺失, 那就是我们为何要死去? 警九知道他想说什么, 摆了摆手。 永生确实无法证明, 但我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去, 会不会死, 所以我生下来的时候, 就确认这一切不是炮影。 原来他最后说的是自己的故事。 很多小宗派的修行者 以为自己早就猜到了, 脸上流露出果然如此的神情。 赵腊月等人却是没想到, 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居然有兴趣说说自己。 那些年没有梅会, 朝廷统治极弱, 天下极乱, 隔上一阵便会死很多人, 便是神皇已是隔些年会换一个。 我就出生在最乱的朝歌城, 最乱的皇宫里。 虽然很乱, 毕竟是皇宫, 锦衣玉石不会少, 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 很小的时候便被发现, 修道天赋不错。 毕竟大宗派争了好几年, 终究还是师祖赢了。 那时候都说道元真人天下第一, 谁能想到, 飞升的时候, 会被难去暗算呢? 我上次也没想到, 由此观之, 我确实继承了他的一波。 对锦九来说, 这是平铺直叙, 却很令人发笑, 尤其是青山弟子们第一次发现, 掌门真人居然也有有趣的一面。 接下来就是那个, 世人皆知的故事, 就算今日青山群峰间的修道者们, 以及青山群峰自己有兴趣, 有耐心听他本人讲一遍, 他也没有那个耐心。 总之就是, 他被道元真人带回了青山, 太平真人主动请求代师受徒, 接着便是南驱偷袭, 师祖与师父接连身亡, 上德峰一脉被打压, 太平真人到冥界做奸细, 带回了冥皇, 一顿火锅之后血洗群峰, 又一顿火锅之后, 太平真人逼了死关, 又三百年后, 惊阳飞升失败, 转世重生, 太平真人越狱, 师兄弟二人再续前院。 朝天大陆这几百年的历史, 基本上就是这对师兄弟的争斗史, 前后两世, 他们都是彼此最危险的对手与敌人, 也是最了解彼此的人。 现在太平真人死了, 只有他还活着。 他生生把自己活成了这个世界上最老, 最无趣的传奇。 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是景九给这个世界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 也是自问。 景阳真人或者说景九,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整个朝天大陆都没有明确的认知, 所谓不理事事性情冷淡, 天赋高绝, 不过是些浅显而无用的形容。 他的性情与形象始终是模糊的, 脸上仿佛永远蒙着一层雾, 比白真人深周的云雾还要难以看穿。 不理事事事无所谓, 不代表我不能。 当年在那个小山村里的时候, 我就已经算到了现在的很多事情。 听到这句话, 六十岁自然想起了那个池塘, 池塘边的大树, 树下的竹堂椅, 躺在椅子上的白衣少年。 他当时问井九你在做什么, 井九说在推演今后的三千年, 现在离那天才过去一百多年, 整个朝天大陆都已经变成了青山的, 难怪他会毫不在乎地毁了成天剑。 只是终究还是有很多事情算不出来, 因为那些人都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坚持, 于是他们离开。 先前他说自己很欣赏那句不死万万年, 其实是在说欣赏苏子叶。 这也是算。 想来再过几年, 昆仑派就会老老实实地分一条灵脉出来, 那井九还算到了些什么呢? 他看了彭狼一眼, 彭狼想着那天夜里在三千院的对话, 真人对自己名字的点评, 不知怎的有些不安。 也有很多人说我性情冷淡, 但那只不过是因为这句道声有些特殊, 事实上这句道声很好用, 所以不用同情我。 井九看着赵腊跃于柳十岁, 而且总有一天, 我会舍了这道声。 听到这句话, 赵腊跃于柳十岁有些安慰, 又有些不解, 心想舍了这道声你用什么? 平庸家的反应自然最大, 心想师父, 你居然连万物一件都瞧不上了。 为何要舍了这道声? 我们需要弄清楚什么是我。 井九的视线落在远方封间的那条溪水上, 在震舞阳光的照耀下, 真的伺及了一道金边。 前生今生之我, 并非一条河的上下游。 要形容这段因果, 禅宗里有个比喻, 很有趣。 他收回视线, 举起右手食指, 啪的一声, 一抹剑火在指尖燃烧起来。 就像这团火, 如果用它点燃一根木头, 然后再用那根木头上的火, 点燃另外一根木头, 就这样不停地烧下去。 那么最后那根木头上的火焰, 与我此时指尖的这团火焰, 究竟是一个火焰, 还是不同的火焰?